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等,了解自己的感情婚姻、事业财运可思聊老师,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,鼻子在相学中被称作为财博工,这个部位和个人的财运关系密切,想要了解一个人,在2019年中的财运好坏完全可以。 从他们的鼻子特征来看,如果一个人的鼻子外形挺拔,鼻梁、鼻直、鼻头圆润鼻翼丰满,那么,他的财运一定是不错的,能够保持出色的正财和偏财收入,而鼻头上如果长有质,则说明他们的工作收入很好。 1723319